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兄弟逐渐转变为反目仇敌 这一时期 有两件大事彻底激发了离损 欲在中南半岛称霸的狼子野心 1975年 越南取得了康美战争的最终胜利 赶走了美国侵略者 也统一了全国 此时的越南刚经历数十年战火的洗礼 国内有着一支庞大的陆军以及民兵 其战斗能力不足 1977年 苏联和越南签订了军事协定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而彼此组成了军事同盟 李隼全然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和警告 大举入侵贤普债 并且挑衅我国南疆边境 1979年初 我国被迫发动了庄严而又神圣的 对越反击自卫战 我国的及时出兵 出乎了李隼的意料 当时 李隼最信任的心腹大将恩晋勇正在柬埔寨 指挥着越南勤俭军队 分身乏术 于是 李隼不得不起用了 被其早已打入了冷宫的侵华派大将武元甲 武元甲自1972年在美越战争中指挥复活节攻势遭遇惨败后 便被李隼得了职 挤出了越南中央领导层 此次 李隼再度邀请武元甲出山 对方也很想把握住这次机会 力求击败中国军队 重新回到越共的权力中心 武元甲自认为之前 数次去往中国了解过中国军队的情况 也跟包括陈庚 韦国清等中国知名将领深入打过交道 因此 便推断中国军队 主要还是会采取过去的游击战打法为主 于是 武元甲把主力部队都集中到了 以亮山和高平为主的腹地一带 在边境沿线则禁派大量的民兵 认为 退赴中国的游击战术足矣 然而 我国队越反击战的总指挥许是有将军 对于此战奉行的战术 便是用牛刀杀鸡 战争一打响 我军钢铁洪流的炮兵和装甲兵们成为了部队 而绝对主力 被不入流的越军及其民兵 形成了碾压的态势 不到一周 武元甲部署的防线全部崩溃 自己被李准给愤怒地割了职 然而 武元甲人虽退出了战争 但靠着一副巧舌 依旧对交战中的双方评头论足 由于武元甲在越南乃至世界上 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 他的一言一行 自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他一次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 声称中国军队在亮山有屠杀平民的行为 此言一出 我军全军上下无不对此感到愤慨 退越作战中 我军一直恪守国际战争法 即便是受到了一些伪装成平民的越南民兵的伏击造成伤亡 我军依旧没找越南平民麻烦 好在武元甲这番 令我军比吃了败仗还要愤怒的谣言 不攻自破 世界各国无人相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